陈汤一生就打了一仗 却让匈奴三百年不敢进犯 还留下犯我强悍者虽远避诛的豪言壮语 他是怎么做到犯我强悍者虽远避诛的呢 在公元前三十六年 陈汤得到了机会 和甘岩寿一起出使西域 这对于出身韩威的陈汤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能够立下战功 很有可能封侯啊 所以陈汤就开始游说甘岩寿 他说将军啊 现在北匈奴智之蝉鱼 他野心不死 而且侮辱朝廷 不但求杀杀害我汉时 还经常的入境抢劫 现在他跑到康居四处蒸发 以后一定会成为我大汉的后患 咱们要是不需要朝廷的兵马 就能够把这只蝉鱼给干掉 那封侯可是指日可待啊 甘岩寿听闻啊 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你开玩笑的 我们就几十个人要去消灭匈奴 那哥哥是number也不行啊 想死他也不是这个死法吧 陈汤就说 将军您别急 你听我说 一敌卫富强者 谁厉害他跟着谁 现在智之蝉鱼四处蒸发 大有吞并乌孙大碗 称霸中亚之士 一旦他们成功 那西域各国可就完了 咱们不能留后患啊 现在他跑到了康军 但他们长期游牧 不善守城 而且没有我们汉军的强弩武器 咱们只要带上屯田的士兵 再联合西域诸国的军队 指导蝉鱼的臣下 到时候他想跑都没地方跑 想守城又守不住 那必然能干掉蝉鱼 你不是职工 这可是千载难逢啊 干言授一听 行啊你小子 一介书生 还真的是敢想敢干 有气魄 但是朝廷派他们呢 不过是为了防备这只蝉鱼 如果你真的贸然开战 一旦朝廷怪罪 那可是不得了 所以干言授就说 计划可以 不过呢 我还是要请示朝廷 朝廷同意了 咱们看起来才有底啊 陈唐一听 完了 事情要黄啊 干净就说 当年的迎平侯赵冲国 经常说 为将者 在军中可以便衣行事 以安国家 所以他屯田平枪 立下了不是职工 现在呢 将军你奉命守护西域 离朝廷这么远 更加可以便衣行事了 这种深谋远虑 那些凡夫俗子 哪里看得到啊 朝廷肯定不允许 这事儿啊 就要咱们独断专行 先斩后奏 可干言授跟他不一样 先斩后奏 这风险实在是太大 陈唐心想 我来一档西域 可不容易啊 既不可食食物再来 哎 恰好这个时候 干言授病了 他这一并 所有的工作 都得交给副手陈唐啊 这陈唐的胆子 可真是不一般的大 因为调动西域驻国的兵马 是要皇帝的诏书 哪来诏书呢 他居然敢假造皇帝诏书 然后把西域各国的首领叫过来 奉天臣运皇帝诏曰 调发吞天士兵和西域十五国的军队 齐举无雷 庭后调遣 这诏书一出 西域各国哪敢怠慢呢 总计是四万大军齐聚在乌内城 这把干言授吓得给从床上给爬起来 你疯了 脚诏可是杀头之罪啊 但这个时候 陈唐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手按常见 怒喝一声 兵马齐聚 你小子还要坏我大事吗 这顿功夫呢 五个陈唐都大不过干言授 可没想到这个百战名将啊 竟然硬生生的被陈唐的气场给震住了 咬着牙 上了陈唐的嘴船 那边的枝枝蚕鱼呢 他做梦也没想到 会有汉军杀来 当时呢 他还在康居城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 陈唐呢 是一面派使节 稳住枝枝蚕鱼 说 我们奉皇帝的命令 来接蚕鱼 您啊 离开康居 皇帝给了您很多的土地 让你们放牧 另一边呢 他收买了康居当地的贵族 让他们呢 带着自己绕小路 直扑康居城 这康居城说起来是一个城 但实际上呢 就跟一个土围墙差不多 智智禅玉 他打死也不相信 汉朝有这么好心 大军压尽 想让我出来 我就不出来 所以呢 他就守城不出 那还客气啥 打 所以一开始呢 智智禅玉啊 还亲自上城墙 准备督战 让自己十几个老婆 都弯弓搭建 前来参战 可是呢 汉军的强弩 比匈奴的这个弓箭 厉害很多 智禅玉的鼻子呢 都给弓箭给射中 流血不止 他的夫人们 基本上也都被射死 那怎么办呢 晚上 夜黑风高 智智禅玉决定率领兵马 同位 其实汉军呢 早就严阵以待 一阵鲁剑 就把他们给射回去 陈唐攻破了陈池 直接就砍了 这只蝉鱼的人头 什么燕子 太子 官员们 一共斩杀了这一千五百多人 他把蝉鱼的人头 还有奏章 坏马 递交到了长安 这才有了大汉的名言 叫 一以悬头高阶 蛮蚁底尖 已是万里 民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什么意思呢 就应该把蝉鱼的人头 悬挂在蛮蚁所居住的高阶 让他们明白 胆敢侵犯我强大的汉潮 那你跑得再远 我们也会诛灭你 所以陈汤一身就打这一仗 但这一战定习于 而这句话 也是我大汉最为霸气的宣言 你说对吗